今天討論的是環境訴訟跟公民科學 那我想大家從我們邀請的這個名單上 以及在討論這個環境訴訟跟公民科學 可能都可以猜到其實今天這一場 我們會主要地去談這個六清 六清這個部分的這個訴訟 那我想六清最近非常的紅 因為最近這個許可證的這個問題 那中央跟地方政府對於六清的這些 就是說要不要展延他的這個 這個鍋爐設備的這個許可證 那也有很多的這個消息放出來 那我想就是說公民團體也有很多的倡議 那現在甚至在地方呢 也有這個地方的團體 在這個雲林縣政府我們前面靜坐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六清這樣子的一個石化工業區 帶給這個周遭相當多的 我們就說其實相當多的影響 不管是正面或是負面的 那過去其實還有這個許可國小 是不是要牽涉的這些事情 那以及就是說可能大家比較熟悉的是這個台西村 講那個南峰張化縣的台西村 他的就是一些就是說當地的居民 覺得他們的健康也受到這個影響 那同樣我們今天的這個教堂 其實也轉到了這個雲林縣的台西鄉 那我想今天我們非常榮幸 其實特別請到這個從雲林縣上來的 這個雲林縣台西鄉的這個居民 他們在當地也就是 應該說當地就是也提起了這個訴訟 就是說他們的這個健康受到危害 那他們就是說要求這個六星其實必須對他們的健康損害 或是親人的過世 就是要負責 那所以今天我們在前面的這個三個雨潭人呢 分別是原告的律師代表 原真聯合法律事務所的洪嘉誠律師 以及這個公民團體訴訟代表 六星傷害聯合求房自救會 這個王源河會長他現在正在路上 可是我們還有另外一位 也是這個台西鄉的這個代表 吳日暉 吳日暉就來 來到現場 那以及就是中央研究院 社會學研究所的 洪保羅研究部研究員 他是以這個社會學家的這個角度 去關心這個六星的訴訟 那所以在這個六星的這個訴訟 因為有他的這個參與跟關注 所以法官吳就是也慢慢的去關注 慢慢的比較重視 這個在地的這個居民的這個聲音 那所以我們今天其實這個討論 其實某一個程度 我們也很希望就是說在台大這邊 然後在台北這邊的這個 跟法律科系相關的這些學生 其實也可以關注六星在地的這個訴訟 因為大家的關注其實也會讓法官 其實重視這個居民的這個 那個他們的這個呼籲 那除了這個第一個子題是談 這個雲林台西鄉民 為什麼告六星之外 那我們接著也會從其他的角度 來看這個空呼來源跟分散 台灣人民應該怎麼監督 那我們也非常榮幸請到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那個賴韋傑女士來到這邊 跟大家分享 他們的這個共鳴足跡 其實現在在台灣 其實也相當的夯好 而且非常開心的是 昨天其實達標了 那可是達標並不代表 就是說大家就要停止支持 大家還是可以繼續支持 那以及我這邊我本人 我也會來談這個 就是說其實在國外 現在也越來越多這種公民參與 空屋的監測的這些石座 那我們五月請到的那個 那個寬溫李卓 在他在美國的這個 尤其是石化工業區旁邊 周遭的這個社區協助居民 然後去生產他們自己的 這個空屋的資料 空屋監測資料 然後也嘗試詮釋就是說 當地空屋對於那個地方 所造成的這個影響 所以這個部分也會由我來討論 那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先把我們的這個 就請第一位講者 袁珍聯合法律事務所的 宏嘉誠律師 那一個人在這個 每個講者大概有15分鐘的時間 我們希望留多一點的時間 好讓大家可以就是 互相的這個交流跟討論 大家好 主辦單位 周老師 杜老師 各位前輩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是袁珍聯合法律事務所的 宏嘉誠律師 那稍微講一下我自己 我是政大法律畢業 後來念了陽明公共衛生所 也幫陽明招聖一下 那我會接觸這個案子 非常的簡單 其實除了自己是法律背景 後來念了公衛作班之後 然後進到袁珍之後 才陸陸續知道說 那個六清對於雲林縣台西向 當地的居民健康影響 有非常的嚴重的影響 那再加上說 其實台大公共衛生所 他長期有接受 雲林縣環保局的委託 那這個研究計畫 主要包括說 當地居民的世代研究 物展調查 以及說他們的健康影響評估 由這個健康影響評估 所以我們才 接受這個 台西鄉居民的委託 提起這個訴訟 那我簡單跟高高會報告一下說 為何雲林台西鄉 鄉民要靠六清 這個案子目前還在進行中 那它的概況和說明 遇到的什麼困境 那後來我們打算 採取什麼方式來解決 那這部分我一一向各位簡單報告 這個是我們前年8月13號的時候 起訴之後所舉辦的 聯合求償記者會 那中間這一位就是我們的 求償會的自救會的會長 黃元和黃老師 那簡單來說 當游民控訴 父母長年居住台西 都已經離來雙網了 當優子返家 尤其是像台西鄉 他們有很多居民住在新北市 他們的那個同鄉位 很多在新北 當他們回家之後發現說 街頭巷尾都在做喪事 家已經不像一個家 這對我們律師的感受也很深 當我們每次去拜訪這些原告 和當事人的時候 我們真的就是看到街頭巷尾 都是搭著同志在做喪事 如果你們家是中南部 可能都知道說 那個是一個辦法會辦喪事的場合 他們真的是街頭巷尾 很多這樣的場合 那每次看了 就讓人覺得非常的心酸 這個案子簡單來說 在1991年 行政院核定雲林 離島公約區 就是後來俗稱的六親 那也許大家還有一個印象 是說當時六親要在 雲林設廠的時候 之前還有一個案子 是可能打算在宜蘭設廠 大家去查一下 之前那個宜蘭縣縣長 陳定南先生跟 王永慶先生 有在電視台上做辯論 那最後的結果是說 雲林縣接受這個 六親的設廠 那後來1999年開始營運 後續也陸續擴建 目前所知道的是 環境影響評估 如果還要做到4.67、87、97 都還會繼續進行下去 那接下來是 目前 透過了這個 台大公會接受的研究報告之後 大家也發現 六親的污染越來越嚴重 所造成居民健康的損失 也越來越大 那我們就正式接受原告的起訴 那原告總共有75人 那75人有包括A組跟B組 A組是死亡的 那他們的繼承人有65位 共同委託我們來提告 那另外就是有 B組 B組是離癌的 有九位 後來又追加一位 簡單來說就是有 10位目前正在離癌的病患 他們急於向六親尋求賠償 那有65位是因為他的家人 因為離癌而過世的 這個部分 我們總共求償金額有7000多萬 那其實換算過來一個人 也不過大概是100萬左右 可是這個案子 我們到現在是看不出有任何 被告有六親任何想要賠償的意願 看起來是都沒有 那被告我們告的有哪五家公司 其實大家所知道的六親 其實是一個 石油清潔化解的一個簡稱 那它是第六個 最有第六 第六次的計畫的 輕油鏈解公司 那它的 待會我會跟大家說明 六親的營運跟規模非常的大 那我們只告的 主要是台塑企業下面的五家公司 分別是台塑工 台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亞塑膠 台化纖維 台塑石化及麥療氣墊 台化就是前陣子在炒 那個彰化的台化那間公司 那那個 對高雄影響比較大的是台塑跟南亞 那那個台塑石化跟麥療氣墊 是特別在六親才有的 目前開庭開了八到九次 目前我們還在爭執一些法律上的爭議 那待會可能會簡單提到 六親規模的話其實 更簡單 更簡單 大家跟人家報告一下 就是它工廠其實有66家 你可以想像一下大家的規模 我待會我會有圖給大家看 66家的工廠 有201個製程 有1000多個儲槽 然後設備原件有148萬個 那雲林縣 我自己內部也說明說 它有396二根葉蔥充 169萬的設備原件 如果說以他們雲林縣環保組的人力 物力41個人來做 可能要24年才能全部檢查完成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石化網國 那這個石化網國的規模 是你在那個澎湖 你也看得到它在茅延跟 排放廢棄的那個樣子 它的面積其實有2000多公頃 它的面積你可以去換算 就是台北市的十分之一大 是100個大安森林公園那麼大 然後有4000個標準足球長大 然後這就是它的空照圖 你可以想像它是一個 從雲林外海 憑空填海照路 所堆疊出來的一個石化網國 它的規模和範圍非常的大 從這個空照圖就看得出來 非常有規模 那這個是一個對四日式的比較 今天時間也許不多 但簡單來說就是 日本四日式的空屋 也是跟台塑六七一樣 都是在沿海地帶 然後所造成周遭居民的所施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許可以去查一下 日本四大公害 我剛剛講的是四日式的空屋事件 那所謂什麼是污染 什麼是公害 這邊更簡單跟報告一下 為什麼我要特別放這一張 這是因為被告他們爭執說 我們的污染 我們所排放的東西不是氣體 他說他們排放的是氣體 就是我們主張說它是排放廢棄 但對方他們一直說 我們排放的只是氣體 但是很有趣的是 這個氣體是 我覺得是 可能是對人體是有害的 至少研究報告可以看得出來是有害的 對方還在爭執說 我們沒有排放污染 我們的這個 所造成的影響也不是公害 那就很明顯 翻開所謂的公害糾紛處理法 第二條就規定什麼叫公害 公害講的是說 因為人為因素 自迫害生存環境 損害國民健康或有危害之餘者 這當然就包括水污染 空氣污染 噪音污染等等 那這些空害當然有它的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有不特定地域性 共通性 持續性跟技術性 重點在於地區性跟持續性 因為它所排放的廢棄 它是所謂長時間連續排放的 它不完全會依照季節或是年份 所謂不同 它是持續性的影響 周遭的居民 那它的這個地域待會兒我會講說 它所影響的距離六斤的距離範圍 越近的人所受到的影響是越大的 那這個其實後來我們在高等法院 食物見解其實也有提出它的一些新的想法 那這些新的想法是說 其實我們所要主張的是說 六斤所排放的污染 對於我們原告居民受有影響 原告居民的健康受有損害 那這個排放污染跟受有損害之間 是不是要有因果關係 那我們所引用的高院判決 其實就有提到說 如果我們被害人就是原告 他們對於因果關係與否的存證 不用到嚴密的科學檢證 只要達到概然性的矩陣已足 以這個概念去想 如果我們覺得 六斤排放污染的存在 事實上已經存在了一種高度概然性 讓原告跟這些被害人的家屬 離癌甚至死亡的話 我們就可以認為它應該要有因果關係 那相同的案例我們可以參照 去年同時有判的RCA的一審判決 還有台南忠實化安順廠的判決 他們的判決的理由 都已經都是傾向於這個判法 那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另外還有就是那個 大概90年代的 台北民生社區服飾物的案例 它的判決也是跟這個見解是很類似的 那六斤到底造成什麼污染 也許有些住在台北的朋友不見得知道 這邊簡單來報告一下說 中興大學皇宮的莊秉潔老師 他曾經引用 他從引用那個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的研究 他指出全台最大的PA2.5排放源是六斤 然後遠高於第二名跟第三名 然後環保局的副局長 他現在他也是現任副局長 他說這個六斤比較特別 他不是說只有石化工業區而已 他自己本身還有一個發電廠 就是麥寮氣電 所以各位看一下最近的那個許可證的爭議 其實某些部分就是從這個發電廠而來的 譬如說他要燃燒生煤或是石油膠來 排放他這些廢棄物的時候 他的影響 就會附隨著這個PA2.5飄散在周遭的環境 那PA2.5對大家的影響是什麼 他的那個 粒子的口徑是細的 所以他更有可能滲入到各位的 肺部的細胞和肢氣管裡面 所以這個危害是既深且嚴重的 那六斤的乌丸實證其實不用我說 大家陸陸續續可能也不會看到一些 包括說最近最新的就是 從去年就有六斤孩童呼吸急到的風險有增加 然後去年8月比較大的就是許錯國小破千的案子 那這個這件事情還在繼續延燒種 然後去年的7月21號 其實學者其實也是台大公圍那邊 他們指出說 不僅是雲林的台溪賣鳥巷 隔著濁水溪以岸之隔的彰化大城鄉 那邊也有個叫台溪的台溪村 台溪村的居民也有舉辦像南風的攝影展 如果各位有接觸的話 那學者也是指出說 他們的狀況更嚴重 靠近六斤越嚴重的污染 受到污染越嚴重 那再來就是像2013年 其實這之前的前端研究有指出說 距離六斤十公里以內的居民 它的離癌率暴增4.07倍 那這個倍數其實大家有一個簡單的想像是 只要你從國中離化就有一個概念 就是實驗組跟對照組的概念 如果他把十公里以內的人當作實驗組 那對照組就是一般的全國百姓 他去對照說只要在十公里以內的人 他的離癌出發生率比一般人要增加4.07倍 你就可以想像那是比一般人的離癌率多高了 我們現在一般在講說吃什麼東西吃什麼東西 可能會增加離癌喔 可能都不完全有四倍這麼高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那個情況是多嚴重 那當然還包括說最近還一直有的空氣污染 包括紫暴、塵宏暴這些的都一直在發生 那如果是冬季的話 因為那個對流狀況不好 所以那個紫暴或是塵暴的那個機會更高 那這個這邊是一個簡單的地理位置圖 各位如果看不到可以站起來看沒關係 這個六斤的公園區大概就在雲林縣的外海 靠近西部最西部的地方 那這邊有一個簡單的10公里的區界線是 譬如說二氧化流好了 高暴露區距離六斤平均大概9公 9到10公里以內 它所受到的二氧化流的暴露量是高的 那外面的圈圈是相對來說是比較小的 那這個其實也是從台大公園的研究 解錄出來說它的相對位置 所以其實從這個污染物質的排放跟相對位置 可以看得出來靠近六斤距離越近 受到污染的影響是越明顯的 那待會研究報告我會跟各位說 跟時間也有關係 那這個就是那個許座狗小當時破千的新聞 也是鬧得很大 那這個是剛剛講PM2.5的那個分配的比例 那最高的當然就是六斤 那六斤那邊常常會跟人家回應說 啊這個是因為當地居民廟會放鞭炮 然後居民吃紅肉喝紅酒 所以導致離來上次還說什麼半夜燒稻草 那有一個叫自從六斤來了的編輯 他有講說這種凌晨半夜的時候PM2.5還是破表了 那他就說看看誰半夜燒稻草 才會這麼高的污染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六斤也會影響說 這個是因為那個當地的汽機車排放 或是柴油車排放那個廢氣 所以炒針的環境污染 但是這個也是一個 某一年的十七號五夜的風速特別弱的時候 他這個區域的那個環境影響也是產生止暴的狀況 所以還剩幾分鐘 兩分鐘 那待會兒如果請大家盡量Cue我問問題 我可以把這個解暴經驗把它講完 那那個反正這個止暴的狀況不會是這個所謂汽機車啦 然後當時的狀況是說他們如果遇到下雨天 又排放廢氣的時候會天上會飄下黑色污染物質 當地人跟我說那叫有點像點咬 就是黑黑黏黏臭臭 你掉在地上塗上它黏住戳不起來的那種可怕的物質 然後這個就是造成他們的漁害 它的農業損失跟漁害損失 然後它也曾經多次的公安爆炸 非常的危險 然後這是我們起訴時前五年會整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 大家在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 請大家一起來監督他們 就是這個資料是官方資料 而且它已經一直在更新 我們查到它這個五家公司在前五年的 累積環保法規的次數有645次 累積金額有3億多元的發環 那我們的困境是什麼 簡單來說就是原告非比較弱勢 他們都是在農業城市生存 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都比較弱 那反過來說六七它曾經佔了全年度的GDP 就是國民生產總額佔了十分之一左右 所以這個兩邊的經濟能力懸出非常大 然後再來是說證據資料我們非常難以取得 尤其是它是排放 又是這麼大的失望網坡 它排放的物質有什麼 濃度是多少 說真的原告都不知道 它只是被動的被吸入這些廢棄而已 那這些證據如何說服法官 轉化成法院用的證據 這個也是難處 然後英國關係如何鎮定 這個也是非常難的東西 像剛剛我去說 為什麼我會認為它所排放的汙染 會造成居民健康的影響 那就是透過英國關係來說明 那我們現在最大也最好的有一個優勢 就是雲林縣政府委託台大公衛 所做的六七六到七年份的研究報告 它其實已經指出了 我這邊簡單帶過就好 剛剛講說六七設廠後 八到九年內是它設廠 剛開始設廠一到三年內的自癌率發生增加四倍 然後最新的研究是說三十五歲上的女性 不抽菸、不喝酒、不吃檳榔 她所離愛率是一般人的九倍 那我們來說它到底有沒有贏過關係 最後就是我們也讀列說它有五十幾種致癌物質在排放 那我們認為公開書上的突破其實要透過很多事情 包括說這個環境的資訊 污染的調查應該要透明化、公開化 我相信這應該也是很多有志者想要推動的 那這個再來是醫學、英國關係 如何運用在法院事務上 待會給大家可以Cue我 我可以做一點說明 那這舉證責任是其實也是我們在 如果在法律上有些了解的話 就是277條、民宿277條、誕書有在討論 那我們也希望說透過立法、修法 有一些環境責任法 或是一些補償或是一些基金制的引進 可以讓這些受害卻求償我們的原告 有機會快一點拿到這相應的賠償 好,這是民生服飾物的鋼金案的判決 我認為它是一個公壞污染的reading case 大家可以抄一下字號 如果你要查的話 高院的87年重上國制第一號判決 那這個簡單來說就是 他認為他引用了疾病發生原因 跟醫學上可考慮的因素 利用統計方法以合理概然性為基礎 以美國來說,毒物侵權訴訟 增加離病風險就是一個標準 來證明這個損害跟被告的行為之間有因果關係 只要認為說增加的這個危害風險 有醫學上的合理確定性 就可以認為有因果關係 這個想法我覺得是非常好 也比較前進的方法 如果不是這樣做 很有可能原告無法證明它的損失跟因果關係 那從這幾個日本四大公開案 跟RCA案中石化案 以及我們目前所提高的雲林六親案 那給大家的什麼提示 那我也希望待會也可以跟大家多多討論 謝謝大家 相當的豐富 然後我今天看也有相當多法律系的學生 來到這個現場 所以我想等一下也有很多問題 會跟胡律師請教 那我们接下来